其实呢 回顾过去这一整年 从去年的10月7号开始发风了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 而这回呢 哈马斯跨境突袭 以色列南部之后 造成了1200人死亡 超过200个人被掳走 虽然目前为止 哈马斯当地还有加他走廊 也同样受到以色列的奇迹 但是就以色列这个部分的人质来说 他们的确呢 对于过去的回忆不想再提起 比如说获得释放的9岁女童艾蜜莉 她的爸爸就曾经为她发声 她说小朋友回来之后 一直在接受心理治疗 这个创上的复原 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而阿维娃这一位呢 她过去也是担任人质的角色 因此她说 其实当时呢 哈马斯夺走了以色列人质 所有的一切 她们呢不能有感觉 不能互相拥抱 甚至也限制她们的战力跟移动 而甚至年轻的女性 的确有遭受到性暴力对待的情绪 而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妈妈为儿子发声的同时 她们也表示说 过去一年 还有上百名的人质没有被释放 而恐怖攻击 仍然持续当中 这些小朋友 仍然遭受到 一样不堪的对待 哈喽我是张新闻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